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是美国各州政府对中国日益强硬的态度 这使得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从奥克拉和马州的行政命令 到爱赫华州的农业保护法 甚至包括各州对TikTok的禁令和土地所有权限制 美国各州不分党派 纷纷采取行动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 州政府的这些立法行动 有些已经挑战了联邦宪法的边界 并因歧视问题而在法院受到挑战 这种对抗性政策的势头 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 都可能继续甚至增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成为美国强硬州政府的出气筒 来源 Nikkei Asia 纽约在这个充满政治对抗的时代 美国各州的官员们正逐渐将中国视为对抗的目标 这一趋势不仅限于共和党领导的州 民主党州也不甘落后 这种态度的变化使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本以为妙的外交关系 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 上个月 奥克拉和马州州长凯文斯蒂特发布了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行政命令 要求州政府机构每年对该州在网络安全 经济和供应链方面的脆弱性进行风险评估 这项命令还只是州退休系统审查其投资组合 以确定是否涉及或投资于被认为是外国敌对国家的国家 并未现有的此类投资制定计划 斯蒂特说 我很自豪能采取这一行政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利益免受外国敌对势力的侵害 我可以向你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奥克拉赫马州找不到朋友 这一举措似乎只是冰山一角 在全国范围内 州长和立法者大力推动针对中国的各种立法 从禁止TikTok到限制土地所有权 以及禁止州立大学聘用中国学生作为研究人员 这些行动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 根据圣母大学全球事务副教授凯尔·贾罗斯 和史密斯学院的沙拉纽兰的研究 从2012年到2022年的10年间 美国50个州的针对中国的负面立法数量激增 他们记录了2017年至2022年间 有128项针对中国的负面立法 决议和行动 而2012年至2016年间只有24项 这一数据 无疑显示出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巨变 爱赫华周周长经 雷诺兹在一月份的周情咨文中提到 随着中国威胁的变化 我们的法律也应该变化 因为我们不能让外国政府破坏我们农民辛苦建立的农业优势 雷诺兹的话语铿锵有力 无疑是对中国威胁的一次强烈抨击 各州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立法与联邦政府相比 显得更加激进 马修·埃里 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副教授指出 这种现象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州政府认为 总统乔·拜登对中国态度软弱 这种观点在共和党主导的周游慎 埃里补充说 针对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的立法势头 给白宫协调管理美中关系的战略带来挑战 其中一些州法是允许的 一些则在挑战联邦宪法的边界 埃里说 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在过去一年中 颁布了一些最具对抗性的立法 这些立法应歧视而在法院受到挑战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于2023年5月签署了一项法律 对中国公民在该州购买房屋或大片土地 进行了全面限制 理由是国家安全问题 批评者说佛罗里达州的禁令已在法院受到挑战 其他州的类似法律导致了对亚裔美国人的污名化 佛罗里达州以及印第安那州 伊利诺伊州和堪萨斯州的地方政府也通过法律 强制州养老基金从部分或全部由中国政府 中国军队或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实体中撤资 根据国家农业法律中心的统计 全美50个州中有一半以上已经通过或正在考虑类似的限制外国土地所有权的法律 在国家层面上 财政部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KFAS负责监督来自海外的收购 本月早些时候 该部门提议扩大KFAS的权力 包括审查靠近军事基地的房地产购买 然而 州籍土地购买限制的支持者认为 联邦政府在保护州免受中国共产党威胁方面做得不够 当涉及到技术时 39个州已经引入了某种程度上限制TikTok的政策 例如禁止在州设备上使用该应用程序 今年4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这是自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兴2021年 开始问这个问题以来的最大比例 并表示限制中国影响应该是政府的首要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这一趋势引起了中国媒体的注意 去年 中共附属的《环球时报》将其描述为 习惯性的暴虐行为将限制白宫与中国保持对话 马修·埃里认为 对中国的对抗性政策势头将在美国总统选举横之后继续 如果特朗普赢了 这可能会为针对中国的州级行动激增铺平道路 但第二个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上不明朗 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令人不安 但无论是拜登胜选还是特朗普胜选 都可能看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延续 甚至增加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美国各州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 它不仅影响着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 还深刻改变着全球政治格局 随着2024年总统选举的临近 这一态势势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各州政府对中国的对抗态度日益加剧 使得华盛顿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奥克拉和马州州长凯文斯蒂特 近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要求政府机构每年对该州在网络安全 经济和供应链方面的脆弱性进行风险评估 并审查州退休系统的投资组合 以判断是否涉及被侍卫 外国敌对国家的投资 斯蒂特强调这是为了保护州的利益 免受外国势力的侵害 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在奥克拉和马州 找不到朋友 全美国州的州长和立法者 在对中国采取行动方面相互竞争 这些行动大多以国家安全为名 包括禁止TikTok 限制土地所有权 以及禁止州立大学聘用中国学生 作为研究人员 根据圣母大学和史密斯学院的研究 从2012年到2022年 全美50个州的负面立法显著增加 2017年至2022年间 共有128项针对中国的负面立法 决议和行动 而2012年至2016年间仅有24项 多位州长在其州情资文中以批评或敌对的方式提到中国 这种言论在州级层面上曾经很少见 爱荷华州州长金雷诺兹在其州情资文中强调 随着中国威胁的变化 法律也应该随之变化 以保护该州的农业优势 在某些情况下 州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立法比联邦政府更为先进 尽管外交事务主要是联邦政府的责任 州政府历来因经济、贸易和文化原因 与中国有其自己的联系 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副教授马修艾利指出 州政府加强对中国立场的一个原因是 认为总统乔拜登对中国态度过于软弱 这种情况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主导的州都在发生 但在共和党主导的州更为明显 埃里补充说 针对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的立法势头 给白宫协调管理美中关系的战略带来挑战 一些州法是合法的 而另一些则在挑战联邦宪法的边界 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 在过去一年中颁布了一些最具对抗性的立法 这些立法因歧视而在法院受到挑战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于 2023年5月签署了一项法律 对中国公民在该州购买房屋或大片土地 进行了全面限制 理由是国家安全问题 批评者指出 这些法律导致了对亚裔美国人的污名化 多个州政府也通过法律要求州养老基金 从部分或全部由中国政府 中国军队或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实体中撤资 根据国家农业法律中心的统计 全美50个州中有一半以上 已经通过或正在考虑类似的 限制外国土地所有权的法律 在国家层面上 财政部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KFIES负责监督来自海外的收购 本月早些时候 该部门提议扩大KFIES的权力 包括审查靠近军事基地的房地产购买 然而州籍土地购买限制的支持者认为 联邦政府在保护州免受中国共产党威胁方面做得不够 当涉及到技术时 39个州已经引入了某种程度上 限制TikTok的政策 例如禁止在州设备上使用该应用程序 今年42%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这是自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 2021年开始问这个问题以来的最大比例 并表示限制中国影响 应该是政府的首要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中国媒体对此有所关注 中共附属的《环球时报》将其描述为 习惯性的暴虐行为 并将限制白宫与中国保持对话 埃里指出 对中国的对抗性政策势头 将在美国总统选举和之后继续 如果特朗普胜选 可能会加剧针对中国的州级行动 尽管第二个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尚不明朗 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胜选 这些法律和政策可能会延续甚至增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哈 谢琪琪 你真的认为美国各州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只是政治噱头吗 如果我们看看历史 冷战时期美苏的对峙 也证明了地区政府在国际议题上的态度 可以对总体战略产生重要影响 再说了 奥克拉和马州这样的小州也能发挥作用 谁知道呢 这就像一个小孩在大街上喊狼来了 但这回狼真来了 楚天书 你真的相信奥克拉和马州的小州长能影响美中关系吗 这就像让小学生去指导NBA球员打篮球一样荒唐 而且这种反中国的立法只会让美国自己陷入困境 你还记得19世纪末的排华法案吗 那些立法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声誉 而且严重侵犯了人权 琪琪 这可是21世纪了 不是19世纪 现在的立法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不是出于种族歧视 你难道没看到TikTok这个中国应用程式如何收集大量数据吗 这可是数据时代 我们要防范的是数据间谍 而不是卖猪肉的华人小贩 这就像是现代版的大国崛起 只是这次我们要防的是数据 而不是箭炮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可真好笑 数据间谍 那你怎么不看看Facebook和Google收集的数据呢 这是标准的双重标准 而且这些州政府的措施不仅影响对华学生和研究人员 还损害了美国的教育和科技竞争力 你知道吗 曾经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是移民 把中国学生赶走 我们会失去下一个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确实伟大 但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高科技战争 而不是物理学实验 当然我们需要聪明的头脑 但这些头脑也不能用来窥探国家机密 美国的州政府在这方面先行一步 这就像是早期探险家 他们总是能比其他人更早发现新大陆 这是一种预警机制 防患于未然 楚天说 你这话说的真像个科幻小说的情节 但现实中 这种预警机制往往会适得其反 美国的州政府不应该在国际舞台上 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这是联邦政府的职责 这样的立法只会带来更多的分裂和混乱 把美国变成一个各小王国 你难道想回到中世纪的封建时代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嘿 朋友们 欢迎来到六度世界的六博士小剧场 今天呢 我们要聊聊 美国各州是如何对中国使出各种必杀技的 你们知道吗 现在美国各州简直都快成了对华强硬大比拼的竞技场了 首先 看看咱们的奥克拉和马州长凯文斯蒂特 他可不是各省油的灯 这哥们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要求每年对州的网络安全 经济和供应链方面进行风险评估 并且要查查州退休系统的投资组合 看看有没有投资到敌对国家 这听起来像不像侦探片里的剧情 斯蒂特还自豪地说 中国共产党在奥克拉和马州找不到朋友 哇 这话说的够硬 然后 咱们再瞧瞧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 从禁止TikTok到不让中国人在州立大学做研究员 美国各州的官员们简直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圣母大学的凯尔·贾罗斯和史密斯学院的沙拉·纽兰研究发现 从2012年到2022年 全美50个州的负面立法简直井喷式的增长 2017年至2022年间 有128项针对中国的负面立法、决议和行动 而2012年至2016年间只有24项 看起来 中国在美国的这些州长和立法者眼里真的是全民公敌啊 今年 十位州长在其周情咨问中提到了中国 并且大部分都是批评的口吻 爱荷华州州长金雷诺兹的《周情咨问》中提到 随着中国威胁的变化 我们的法律也应该变化 这画像不像在开一场法律课 总之 大家都不甘示弱 争先恐后地要表现出自己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然而 州政府的这些行动也给联邦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毕竟外交事务主要是联邦政府的责任 但现在各州也开始插手了 牛津大学的马修 埃里指出 很多州政府认为 总统拜登对中国太软弱 因此自己得挺身而出 这不仅发生在共和党主导的州 民主党主导的州也不例外 不过州政府的强硬立法 给白宫协调美中关系带来了很大挑战 一些州的立法确实让人瞠目结舌 比如佛罗里达州 在佛州 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签署了一项法律 全面限制中国公民在该州购买房屋或大片土地 理由是国家安全问题 这法律一出台 立马被批为歧视 还在法院遭到挑战 类似的其他州也有类似法律 导致对亚裔美国人的污名化 不仅如此 地方政府还要求州养老基金 从中国政府或中共控制的实体中撤资 全国五十个州中 有一半以上已经或正在考虑 限制外国土地所有权的法律 看起来 各州为了防止中国入侵 真是煞费苦心 那么老百姓怎么看呢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今年42%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认为限制中国影响 是政府的首要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看来美国民众的敌对情绪也不容小觑 总之 无论明年大选结果如何 我们估计都会看到这些强硬对华政策继续存在 甚至有增无减 正如马修艾里所说 如果特朗普赢了 可能会为更多的州级行动铺平道路 如果拜登赢了 那这些法律和政策很可能也会延续 这样看来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还真是个无间道啊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出大戏 还有哪些高潮迭起的剧情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